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貝殼小廚房,我是佳希 當你有一堆肉肉跟一堆菜菜的時候,你應該怎麼辦呢? 對,做壽喜燒 為什麼會有一堆菜菜呢?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導致延後開學 所以這些菜原本是要給營養午餐用的 現在卻就滯銷囉 小朋友,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? 對,做壽喜燒 這次呢,貝殼就買了五大箱三千五百元的蔬菜 一起幫助農夫渡過難關喔 好吃的壽喜燒一定要有菜菜、肉肉跟醬醬 醬醬的做法在影片的描述裡面,請自己看喔 那我們就開始備料吧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,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煮好了,就可以開始囉 嗯,貝殼超好吃喔 吃飽就可以找工作囉 貝殼放大2020正在大舉真材當中 歡迎加入貝殼號,天天就有壽喜燒可以吃囉 我們下次見,掰掰 掰掰 掰掰 下集團 致熱 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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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